美国总统拜登每一天忙着处理国家大事 结果还得为狗狗的事情烦心 白宫第一狗拜登的宠物狗司令 传出已经被请出白宫了 因为已经有不少工作人员 包括了白宫的特勤局干员都被司令咬伤 第一家庭不得已 只得将这个累贩请出白宫 避免有人再被咬伤 白宫第一狗司令 2021年入入白宫 不要成为白宫工作人员跟特勤局干员的噩梦 护卫总统安全的干员们每天绷紧神经 还要担心被狗咬 特勤局证实司令咬伤过11人 但有消息说实际数字还更高 甚至还有人被咬到要住院 外传司令已经被请出白宫去向不明 而先前拜登的另一只德国牧羊犬少校 也因为咬人而被送走 美国第一狗咬人也成为白宫记者会的话题 或许是白宫环境特殊 第一狗适应不良 司令未来是否重返白宫 目前还是未知数 刘雍伟编译 司令人不良